女孩真是太可怜了 他本不想和那个男人羞羞 毕竟他们认识的时间还不到一天 但管理者派来的追兵实在是太强了 男人根本就打不过 可就在这种时刻 他仍旧选择舍弃自己保护女孩 于是女孩为了让男人不留遗憾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羞耻之心 直接当着追兵的面 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准备将第一次献给男人 不料男人反倒不乐意了 他并没有接受女孩的献身 因为女孩的不幸异能有个特殊条件 那就是越是女孩喜欢的人 照来的不幸就会越强 男人为了能够成功自杀 想将女孩的第一次 留到他爱上自己以后再用 那时才会触发不幸异能的最强威力 可管理者却不管那么多 当即派出了两个否定者前来截杀 而且刚见面就同时定住了两人 让他们动弹不走 接着铁人就开始了单方面殴打 但令人疑惑的是 明明追兵也是否定者 为什么管理者不灭杀他们 这时旁边的蓝毛说出了真相 原来管理者为了追杀否定者 设立了专门的组织 允许有十位否定者加入 只要完成组织的任务 就可以从被灭杀的名单中排除 而女孩听到有机会免罪 立马就和不死商量 准备加入追杀组织 可蓝毛却说十个名额早已招满 无料不死才不管这些 当即决定弹掉铁人和蓝毛 这样就有新的名额了 女孩见状急忙触摸了不死 想用自己的异能弹掉对方 于是在不死冲向蓝毛和铁人之际 一辆油罐车从上方道路撞过来 发生了惊人的爆炸 但威力明显不足 不死只能先行撤退 躲进了一栋大楼 同时通过之前的挨打 不死已经发觉 只有在铁人摆出攻击驾驶之后 自己才会不能移动 所以判断铁人的异能名为不可定 于是故意分出断臂吸引注意 成功绕到了铁人的身后 凭借自己不死的特性 直接分裂手指后射了出去 成功在铁人定身不死之前 打穿了他的脑袋 但由于蓝毛刚刚没怎么出手 不死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应付 只能凭着不死之躯上前试探 可自己的动作却开始不受控制 比如想踢左腿之时 踢出的却是右腿 而蓝毛貌似总能预料自己的动作 导致不死像小丑一样 每次攻击都打到了蓝毛的防御之上 无奈之间 不死让女孩扔来了武器 准备用刀劈开蓝毛 可就在得手的前一秒 不死再次被蓝毛定在了原理 无法移动分毫 女孩健壮则偷偷摸了过去 准备从后面触摸蓝毛 给他带来不幸 不料这也在蓝毛的计算剧中 女孩直接扑了个空 并和不死一起出现在了蓝毛的注视之下 这下两人都被定住 再也没有了反抗手 而由于刚刚杀掉了铁 也算争取到了一个加入组织的名义 于是蓝毛玩味地询问你俩谁加入 不死想都没想 立马推荐了女孩 准备自己独自面对管理者的折磨 可就在蓝毛准备带走不死之际 女孩直接脱掉了外套 并让蓝毛等他一会儿 他要将自己的第一次献给不死 说不定就可以引来究极灾难 从而让不死直接死去 不用再被管理者当成小白鼠折磨 而就在这种感人时刻 蓝毛竟然突然大笑 原来他也是个感性之人 见女孩对不死有如此情绪 当即打算放过他俩 并直言三天后的贝加二胡 会有一个追杀组织的成员前去执行任务 你们去将他杀掉 我就推荐你们进入组织 说完蓝毛就离开了现场 同时不死也没有接受女孩的现实 准备先带着女孩前往背家 再争取一个加入组织的母